张七点 香格里拉草原上的第一缕阳光 姗姗来迟 位于伊拉草原上的纳帕村 老一辈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方式 吃完早饭的第一件事 便是来到离家不远的牛棚喂养小牦牛 牦牛是分布在青藏高原一带的动物 既为牧民提供食物来源 也可用于农耕和运输 是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全能家畜 当女主人在外面放牧的时候 家里的长辈负负责在家里转经 为全家人祈福 转经筒一般分为两类 一种是手摇式的 另一种是固定在寺庙里轮驾上的 藏族人民把经文放在转经筒里 每转动一次就相当于诵念经文一次 六月份正值湘格里拉高原的农耕季节 午饭过后妇女们结伴夏天耕作 虽然正午已过太阳依旧十分毒辣 但好在高原上凉风袭袭 比起平原地区还是凉快不少 清科是藏族人民的主要粮食 它在青藏高原上种植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 既可做粮食又可以酿酒 可以说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 三八就是其中一种 三八是传统的藏族食品 由清科磨成粉末后 拌着酥油茶捏成团吃 如果你到藏族同胞家做客 主人一定会给你双手端来香喷喷的酥油茶和三八 下午也许是他们比较悠闲的时光 父女们聚集到一起聊天晒太阳 丝毫不被外界所干扰 当一天的劳作结束后 大家会通过篝火跳舞来表达喜悦和交流感情 相传在远古时代 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之后 对火产生了崇拜 于是形成了这种围着火堆跳舞的欢庆形式 在这种围着火堆跳舞的欢庆形式